大家好,我是宝姐姐,今天我们参观七真佛山。 七真佛山也算是巴提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, 这个大佛在主路边上,距离巴提亚15公里左右。 我路过过几次,非常醒目,今天有事刚好到附近,可以近几里参观了。 七真佛山没有门票,顺着大门走进去就行。 这是佛山对面的庭院,远远可以看到佛山。 我们先在这里转一下。 这有棵菩提树,是当今太王拉玛十世种植的,2001年的时候它还是王子。 后面有一大片广场。 这个穹顶下面也供着一尊佛,还有人们在那儿哨香拜佛。 旁边是一棵挺大的榕树。 这个花坛配上这个三角梅,我觉得特别好看。 这是另外一棵菩提树,是拉玛九世种植的,和刚才那棵,都是在2001年12月16号同一天栽种。 树对面有只黑猫,它一副普列的样子,应该是看中这只鸟了。 但是后来它又玩去了。 远观一下七真佛。 围绕七真佛山脚下是一个宽敞的花园,里面种植着各种开花植物,主要是各种颜色的三角梅。 整个园子的设计是难得的精致。 这座山最初是矿山,后来就留下这个石灰岩山。 山上的佛像是1996年为纪念国王的50周年清洗盛世而建立的。 佛像使用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机软件设计,用激光以镭射方式雕刻绘制到七真佛刻山的北面。 最后在雕刻的线条里灌注了18吨24K黄金,勾勒出做佛画像,成就了现在这个魏维壮观的金佛景象。 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之一。 大佛严谨下垂,服侍着云云众生,充满慈悲。 旁边有个石板路,可以近距离接出佛像。 由于七真佛刻山是座石灰岩山,山上偶尔会有坠落的石块,所以呢,有花园隔开,不能离佛像很近。 佛像脚下还有一个小水池,这从正面是看不到的。 这个水池子正面可以看到。 我也在这儿拍照留张影。 太阳出来的时候,整个佛像是金光璀璨。 我们再看看这个兴致的小花园,从这儿绕下去,就到出口了。 整个参观,我觉得大概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。 今天就到这里,我是宝姐姐,我们下次再见。 timed, 好